大家好,今天开始接水管了 买了一个新的电动工具 300块,后期接电接水,全靠它开槽 刚买上来试一下效果 接水管的水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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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通完毕了 这个是淋浴头 淋浴头 然后这里后期装热水器 这里是 洗手吃的一个冷热水 都是霜管 后面 厨房的位置也通过去了 冷热水 整个厨房内的水 已经冷热水全部接通了 然后 就是洗衣箱房的内的水 还有所变动 现在水管头先流到了这里 刚开始本来计划 这边是 只是一个小的卫生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的洗衣房的 但是有所变动 后来想了想不如把 卫生间跟洗衣房 合而为一 这里稍微大一些 然后这边这个房子呢 就后期 留着一个杂物间 也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 这个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水的话就暂时把头放到这里 后期决定好了再接 刚才主房内的水 也用我们的大浅水泵 湿了压 后期试到了三个压力 没有出现任何渗水的情况 接下来可以回填了 接下来可以回填了 屋内回填完之后 也要开始考虑跑线了 墨墙的师傅也一直在找 也一直在找能尽快过来的 好了视频就先拍到这了 开始回填水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